和上次都差1磅 1-5-3 第一場是跑千二米,泥地 只有兩隻馬勝過 一隻是帝豪寶區 排過6檔巴道騎 另一隻是東龍鎮 東龍鎮 東龍鎮是蔡明少騎 排過7檔 和帝豪寶區是隔離位 這隻馬勝過 我上次拿來做腳 他跑到第四名 他跑過兩次 一次落地 即是50% 另一個是好攻勢 王浩南 抽了11檔 需要更多技術 和計劃 去處理 其實好攻勢 上將是跑第二 先看看哪一隻 第三名 就是小鳥傲場 小鳥傲場 就是 史卓鋒排過9檔 另一隻就是重聖 重聖就是霍宏星 排過8檔 跑過兩次 未上過名的 就是1號 勇冠全城 12號 就是跑過一次 零次上名 初跑泥地有四隻 就是蒜頭本息 齊齊出擊 電子寶貝和手牽手 形勢就是這樣 上將跑得好的 就是中華精神 跑第二 但是這隻馬 跑四次 四次落底 其實這隻馬 近距非常之好 連續三次跑第二 連續三次跑 入Q 經常都是跑法律谷一千 田泰安排過10檔 田泰安應該上次跌馬 沒有什麼事 但是這隻馬 是跑四次 泥地千二 四次都落底 另外一隻跑得好的 就是好攻勢 上次跑第二 再數下去 就是跑第四 第五 即是東龍鎮 還有七號 蒜頭本息 我蒜頭本息 前幾次都選了他 但是他又跑得好 跑得令我失望 我跑第五 又沒有這個派彩 其他的馬 上將跑十二 十一 那些 就很大部分 例如 十一 十二 這些三隻 上將都是跑十二 一號 二號 重勝 也是跑十一 都是很厚的 跑第二 至第四 第五 都比較好 所以這隻 這場馬的馬 就是 那個近跡 都是普普通通的 看看 一會兒 一會兒 一些主持 一些沙圈 介紹些什麼 以上名率來說 最好就是小鳥傲場 小鳥傲場 上次十二 前次十一 好像也是 不接近的 二 之後就是 六三 六 就是跑過兩次 一次 又沒有第二 沒有第三 所以是 零點五 上名 零點五 已經是全場最好的 六三 之後就是 三 三 就是 帝豪寶駅 這隻馬 排個檔 賠率 都不錯 那隻三號仔 就是 跑過三次 有一個 WIN 兩個 落地 所以是0.33 0.33 那樣 三之後就是 四 和九 重勝 就是 跑過三次 跑過三次 又一次 兩次 落地 所以 0.3 不 看先 四號仔 沒贏過的 四號就跑過三次 一次第三 那樣 三四的上名率是一樣 不過三號就贏過 四號就沒贏過 那樣 重勝 重勝是沒贏過的 三號是贏過的 三四之後就是 九 九號是很攻勢 那 騎士是比較弱勢 其實九號的近跡都不錯 上次第二 前次十一好像有進步 那樣 九號仔現在 隔晚八倍 就是單位數字來說 王浩林 都是叫做有飛的 一會兒看看 我現在關注的六號七號 六號就因為贏過 七號就是 未跑過這個路程 但是 上次五 前次六 那樣 A1馬是三號和七號 A2馬就是259 主持選擇A3 A3 上次有分別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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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7 A3 B4 我現在清楚 第五 也挺好 9號的好攻勢也說了 王浩南 就單位數字 挺好 先看看Janny 看哪隻好看 我們也挺喜歡6號7號 6號的東龍鎮 4重彩精選 選了6號做膽胎 1號3號7號9號還有11號 福星霸膽240個組合 Janny又喜歡 2號5號那些 2號小鳥奧場 不過我覺得2號 近期 跑得很厚 跑得十二十一 所以我也不太跟隨他 他又喜歡 中華精神 中華精神沒錯 他連續跑三次第二 但是跑這個路程 真的成績表 四次四次落地 我選擇6號 我選擇東龍鎮 多龍鎮上次是放頭的 如果這次 跑七檔 粗好一點 有得放頭 那都是有些機會 我覺得這次起碼都贏過 如果拖就拖 拖七號 拖七號 拖蒜頭本色 原因就是我上次買了他 跑第五 不是很重 其實如果 如果你猜中華精神 可以 跑到泥地千二 這隻馬近期是非常之好 最好是五號 帝豪寶區是贏過 所以 譬如你選擇兩隻 都贏過 就是三號、六號 如果選擇一隻 近期不錯的 就是六號、七號 或者六號 六號、五號 都是好的 我想那些投注人士 都是集中在 三號、五號、六號、七號 一號 一號是很奇怪的 一號隔馬都很熱的 7.4倍 這隻馬就是 上次十一倍 現在就回到十倍 差不多了 沒什麼轉變 我選擇六號 六號、拖七號 粉紅色衣服 第五號寶區 是贏過的 是兩隻 其中之一隻 這隻 深色三黑色的 就是六號 東龍鎮 他也是贏過的 只有兩隻 贏過的 就是三號、六號 那六號 上次是帶頭跑的 那這次 如果你留後跑 除非你覺得很有後勁 我想他也是跟上次的跑法 不過上次的東龍鎮 是蝕欣跑 那這場 蝕欣跑了哪一隻 蝕欣跑了一隻 蒜頭本色 如果你相信 那些人士調動 你覺得 譬如蝕欣 他覺得 蒜頭本色 是 比東龍鎮好 那你買 蒜頭本色都可以的 我也很合理的 但是贏過的就是 東龍鎮 和第五號寶區 因為 Janny喜歡2號 小鳥奧場 我不是太看好小鳥奧場 因為 他最近跑得很後 5號 中華精神 沒有跑過這個路程 這個路程 沒有上過名 7號 蒜頭本色 OK 很多人都選 3號 第五號寶區 對 3號是贏過的 我比較 譬如Janny選擇 我喜歡5號 357 多於中華2 他又說2號 漂亮 就是狀態 當他這樣 小鳥奧場 是降班下來 跑 133磅 狀態好 但是這隻馬 2號仔 2號仔 就是 跑過 1次1個第3 2號仔 2號仔 以上名率來說 當然是最好的 不過近跡 就普普通通 普普通通 普普通通 5號就是8倍 這隻5號是 不知道 真的 不過跑過4次 這個路程 都不上名的 這樣 又不太適合我的program 可能他很厲害 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現在有顏色的 就是6號 7號 很積極 電子寶貝 小鳥奧場 灰馬 齊齊出擊 順利 只剩下4隻馬 還沒進去 看見就有第豪補區 天雨露滑 現在有顏色的 是6號 7號 6號的win 是正在下 這兩隻馬 很合理 6號是贏過 是5號 大小的 是5號 是10號 大熱 暫時顯示 7號 一開集 永觀全城 第豪補區 雙雙慢 前面快的馬 大外檔好工 要搶 中間中華精神 再見到中檔位置 還有這隻 就是重勝 在裡面是東龍鎮 外面是小鳥奧場 裡面騎上去的馬 還有電子寶貝 和和帽白衣 就是這隻蒜頭本色 放不到 內蘭淺藍三 還有一隻自費拍檔 拉到後面的馬群散了 尾四是首牽手 尾三 勇冠全城 尾衣齊齊齊出擊 暫時大墮後 是那隻 帝豪補區 轉彎的時候 前面放頭的馬匹 就是那隻好工事 貼到欄 中華精神內面 第二 東龍鎮 首都內蘭第三 中間第四 粉龍三有重勝 等裡面的馬 自費拍檔淺藍三 拿出去 有小鳥奧場 大外檔那邊 東龍鎮不夠後勁 跟帝豪補區拍攝 可能蝕底了 小鳥奧場 果然真的 可能真的爆冷 真的 我看 我的program 不對 近跡不好照出 自尊拍檔 自費拍檔 二十幾十倍 三號 三號 贏了六號 真的 一號指 我這一場 真的 真的要檢討一下 是不是 二號是 跑一次一次第三 但是連續跑十一十二 這樣 那就贏了出來 十二號 2號 十二號三號六號 十二號三號六號 看回怎麼跑 我也很滿意 蔡明朝的跑法 他現在貼了欄 但外面的小鳥奧場 那些都在前面的閘馬 蒜頭本職我選擇 那隻腳就沒有了 帝豪寶區 現在落後幾十個馬位 十幾二十個馬位 現在 好攻勢 王浩南跑出來 我以為他有機會 我也想他跑好一點 黑衣服 蔡明朝 拍他上來 跟他鬥 也算是有點走勢 我以為沒有勝利 也有 蔡明朝 在現在這個位置 誰不知 有些叫做 GFIT拍檔 十二號 和這隻小鳥奧場 兩隻衝上來 一個過了 三號 更厲害 贏了我的老號 還有小鳥奧場 選擇那隻馬 跑第四 第一場 不妙 情勢不妙 天雨露滑 看看什麼 又一千多元 沒有我份 真的 沒有我份 真的